中方已经非常清晰地明确地告诉美方 这是一个民用的无人飞艇 那么由于强烈的吸风带的影响 加上它本身的控制能力有限 它偏离了原来的航线 进入到了美国的上空 我们要求美方应该冷静地 专业地来通过中国协商 加以妥善地处理 安全威胁 需于制造紧张 削弱的战略互信 但是遗憾的是 美方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悍然出动先进的战机 用导弹打下一个气球来 这种行为非一所思 近乎血丝低利 是百分之百的滥用武力 是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惯例 尤其是违反了芝加哥公约 国际民航条约的 中国的对美政策 非常的清晰 而且透明 我们这个地球的上空 飘荡了很多的气球 各国的都有 难道美国都要把它打下来吗 美国这种做法 不是证明美国是强大的 而恰恰是相反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再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而在对外交往中 再做这种荒唐的事情 规则的竞争 但是美国是这么做的吗 我就举一个例子 美国是强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